两人合力倒小米不只要有足够的体力 也考验彼此之间的合作默契 为了推广小米文化 金峰湘公所在立秋春小米学堂举办小米季 办理一系列小米相关竞赛 来自越南台东大学交换学生 特别参与体验 就刚体验那个倒小米的那个活动 就是我第一次体验嘛 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开心 然后我觉得大家都特别的有活力 两年一次的金峰湘小米季 这次在立秋春热闹展开 今年除了安排食农教育和体验播种 还有顶上功夫和檳榔树爬干等等传统竞技 活动相当精彩 湘内五个村的竹人共襄盛举 展现早期竹人的生活模式 很好这样子会回忆到过去的 过去我们的长辈就是这样的生活 那我们这一代的应该要再回复过去的生活 这样的活动 这样很好我很喜欢 除了动态的活动 小米季活动当中也安排食农教育摊位 让外界能够借由不同层面来认识排湾 和卢凯族的小米文化 关于小米这个部分是我们重要的特作 我们从文化面上来看 小米是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部分 让我们的文化自治 从我们的部落来启动 我们也希望让自己的认同 我们不是从只是说而已 而是真的体现 借由小米推广农业观光文化 食农教育导览或是手作体验等等 让参与者能够深入了解小米的种类和文化内涵 同时附赠小米文化可以永续传承下去 人间新闻我们想要在台东的采访报道 去稳妥拉 所以